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爱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于2023年7月25日的决定 一 免去秦刚兼任的外交部部长职务 任命王毅为外交部部长 房间传闻 秦刚是李铁应的儿子 李铁应又是李维汉的儿子 李维汉曾是瞿秋白时代的中央三人常委之一 资格颇老 秦刚的母亲是秦文英 秦文英又是伯谷秦邦县的女儿 伯谷曾是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 毛泽东的顶头上司 秦刚随母姓 他既是李维汉之孙又是伯谷的外孙 事实上真的如此吗 李维汉有过两妻 前妻有四个女儿 二妻有两个儿子 李铁应和李铁林 李铁林和伯谷又名秦邦县的女儿 秦兴华结婚 两人只有一个儿子李立健 并于2010年去世 秦刚与这对夫妻无关系 秦刚是李铁应之子的谣言制造者 故意为之 伯谷 秦邦县的大儿子名为秦刚 从小有奶奶 后来由叔叔抚养 英年早逝 1936年 有了二儿子 伯谷决定起名为秦刚 秦为小秦刚 伯谷的第二任妻子的儿子秦帖说 伯谷当时专注于工作 竟然忘了另外一个儿子的学名是秦刚 小秦刚后死于脑手术 今天的66年出生于天津的秦刚 与20年代末出生 36年出生的两位秦刚都无交集 此秦刚不是笔秦刚 也与秦邦县女儿秦新华无关 外界目前对秦刚家庭情况缺乏了解 曾经一直不知他的妻子姓甚名谁 2021年秦刚赴美出任中共驻美大使 其夫人不曾露面 外媒甚至幸灾乐祸说 也不排除秦刚妻子被美方拒签的可能性 不过2022年3月5日星岛报道称 秦刚大使与夫人林燕与乔领们 在旧金山华步都板街一带现身 林燕女士担任过日本瑞穗国际基金 美国非政府组织全球治理研究所的研究员 为中国政府及民间组织承担各种调研 顾问 可持续发展咨询 国际会议发言 媒体对话等工作 他还曾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香港大学和北京大学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刻作教授 外交官的夫人们之所以说这个群体特殊 是因为他们为了国家利益不仅牺牲了他们的职业生涯 以及在事业上的追求 而且还不得不随着丈夫们四海为家 居无定所 互联网上有一种言论认为 外交官的夫人是天底下最舒服的职业 什么也不用干 只要做好家庭主妇就好了 这种言论真的太荒谬了 作为职业外交官的妻子 他们为了国家利益 个人的牺牲是非常大的 首先来说 中国的外交官夫人们 可以说人人都受过非常好的教育 都毕业于非常好的大学 有不少人甚至和丈夫是大学同学 毕业于名牌大学的外交官的妻子们 他们在没有认识自己丈夫前 也是有自己的职业规划和梦想的 然而 在与外交官丈夫结婚后 他们为了让丈夫心无旁骛的 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 投入到外交战线上去 他们默默地牺牲了自己的职业规划和梦想 不得不成为了一名全职太太 早知道自己最后要当全职太太 高中的时候 我就不会每天早上五点起床背单词了 一位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精通英语和法语的中国某住外参赞夫人 在接受采访时如是说 那么 当外交官夫人究竟有哪些不为人知的辛苦呢 要成为一名外交官夫人 要学会忍得住清贫 耐得住寂寞 惊得起诱惑 才能成就自己的人生 为什么说要忍得住清贫 这是因为作为外交官的夫人 经常会出席许多外事活动 而参加这些活动的本地人 多是当地的达官显贵或者是富商 久而久之 如果心态不调整好 忍不住清贫的话 那么就很容易给自己丈夫甚至国家招灾惹祸 耐得住寂寞 作为职业外交官的妻子 在住在国的生活并不是都那么丰富多彩 比如说 如果自己丈夫派驻非洲 那么作为妻子就要忍受没水没电的滋味 体验各种疾病的滋扰 而且 由于非洲国家治安普遍不好 所以 派驻当地的使馆人员一般不会轻易外出 那么 很多时候作为外交官的夫人 活动的区域就很有限 所以 耐得住寂寞对于一位外交官夫人来说 就是非常可贵的品质 除了跟随外交官走南闯北 外交官夫人也有自己的责任和担当 外交官夫人并非完全是旁人所理解的全职太太 出于工作需要 在驻外使领馆随任的外交官夫人 也经常需要承担一些使领馆工作 参加使领馆组织的各项活动 我们就以秦刚先生的妻子林燕女士为例好了 在秦刚先生担任中国驻美大使期间 林燕女士就经常承担一些使馆的工作 陪同丈夫参加一些当地的活动 比如2022年2月 林燕女士就陪同丈夫走访了美国旧金山市唐人街 林燕女士一路陪同丈夫 从旧金山都板街走到了士德顿街 一路上临次至比的街铺十四百年老店 林燕女士都陪着丈夫与当地华侨进行了热情的交谈 还有就是2022年11月 林燕女士又再次陪同丈夫出席了 美国新泽西交响乐团百年惊喜庆典 为什么要出席这次庆典呢 除了主办方向大使馆发出了邀请之外 更重要的是 这次音乐会邀请了华裔大提琴家 马友友领弦出演 华裔指挥家张贤担任交响乐团指挥 尤其是张贤 他是首位在BBC管弦乐团中 担任首席客座华裔女性指挥 同时也在美国新泽西州华人圈里 有很高的社会影响力 而且出席的华人嘉宾 还有新泽西华人联合总会主席林杰辉夫妇 主办方新泽西表演艺术中心还特别指出 邀请林杰辉抗力是因为 他们是新泽西州最受尊敬和最具影响力的社区领袖 那么林晏女士陪同丈夫参加这次庆典 就有与当地社区领袖多多交流 扩大华夏在美国华人群体中影响力的目的 除了陪同丈夫出席各种外事活动外 林晏女士有时为了宣传华夏文化 也要自己主持一些使馆举办的活动 比如2022年5月21日是国际茶日 这是一个联合国认可的国际性节日 但可能许多人不知道 这个节日是中国首题的 中国驻美大使馆会在每年5月21日 举行品茶活动 目的是更好的向全世界传播华夏的茶文化 根据驻美大使馆的新闻稿披露 林女士还向受邀品茶的各国嘉宾展示了功夫茶的整套流程 大使夫人林晏女士介绍了 中国茶如何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 运抵世界各地 并在不同国家形成了广受欢迎的生活方式 和各具特色的茶文化 大使夫人还展示了功夫茶整套流程 邀请来宾先观茶色后嗅其香 再长期为感悟茶道精髓 坦白说 蓝台不认为李女士真是茶道高手 很大可能她是为了更好的推广和传播华夏传统文化 才下功夫学习了功夫茶整套流程的 这不就是她为国家利益所做出的贡献吗 家是最小国 国是千万家 这么多年的随行生涯 我感受最深的是从先生选择外交工作的那天起 或许整个家庭都将跟随她一起 献给她为之奋斗的外交事业 这是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领事参赞随任夫人妙玉 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的一篇文章上讲到的 妙玉女士这番话 很好地诠释了外交官夫人 为国家利益所做出的牺牲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大家收看